苗震东一家 送走昆仑僧和诸葛廷 回到屋里正纳闷的时候 房树安和白春 从外边进来了 这下把老头一家 全闹懵懂了 苗震东啊 伸手把他们二位抓住了 吓死我了 你们二位躲到哪儿去了 怎么大跪锁着 你们能出的来呢 莫非你们会分身法不成 房树安乐了 老剑客 你别忘了这句话 真人不露像 露像不真人呢 我房树安的能力大着喝了 我不像一般人似的 什么绰号啊 排的地脊啊 叱咤风云呢 用不着那套 那都唬人的 那叫华尔不实 你看咱会这能耐 说叫他看不见 他就看不见 说便走 咱就走了 这样才叫真功夫 白春呢 在旁边乐了 这一乐乐相 苗震东知道 房树安胡白活 就雄根问你 究竟怎么回事 房树安也乐了 我老爷子 我还想问你 那怎么回事 到现在我也蒙灯转向了 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别提了 原来姑娘苗灵狱 把他们俩藏到柜里头 柜锁好了 姑娘走了 得跟他父亲去接待 昆仑僧跟诸葛廷啊 这屋空着没人 不知道是谁 把柜给打开了 这个人告诉房树安和白春 出现 柜里头不保险 快上气眼 两人听得挺清楚 柜里不保险 快上气眼 两人从柜里就出来了 但是没看着这个人 往西北天棚上 你看气眼的盖 已经周开了 原来这屋子 原来这屋子讲究的话 得有气眼 有通风设备 一般建筑物都是这样 在西北顶棚上有个气眼 那讲究的人家都有鼓了钱 雕出各种花纹来 再上那盖场 就是这个地方 白春和房树安就知道这是高人市井 给他们提醒 因此两人一签以后都上了气眼了 把那鼓了钱一盖 严丝合放 那个人又把柜给锁上了 等容等昆仑森诸葛廷 搜查完了没发现人走了之后 他们二位一想 还在这里憋着干什么 把鼓了钱召开 从上面下来 这才到底前厅 究竟是什么人给开的贵 什么人指点的这个办法 到现在他俩也不清楚 所以房树安胡说了一顿 容等着苗震东详细问 最后他说了实话 呀 苗震东一想 我在这住的年头也不算太多 莫非我女儿的屋里有狐仙 除非狐仙险胜 人哪能有这么快呢 可又一想 自己也乐了 我是练武的人家 根本不信邪门外道 我怎么胡想啊 肯定是因为了不起的高人 其实苗震东猜对了 真就这么回事 这人办的事多了 火烧三仙怪 指点白纯大闹安庆功 给他们帮忙 包括这次开锁都是疑人所为 这人是谁 后文书在交代 咱们闲言少许 房树安呢 说着说着 把脸一捧 我老建客呀 方才忽然我想起件事儿的 您说吧 我看昆仑森和诸葛平还得回来 哦 咱见的 你看 对你已经回忆上了 我也不是念藏经 您哪 在翠竹林也一仙装 也算住的头了 赶紧的挪摇了 无人非出事儿不可 至于吗 至于吗 一点都不在家的 老建客能听我的不 要能听 咱白天还可以忍一天 如果有事儿 我跟白纯就钻在那气眼里 那里边还真不错 能功善手 不容易被人发现 即使发现 我们在上面一堵 他们也伤不去 可我们倒不怕了 你这一大家子 怎么办 你我之间 赶紧收拾金颜细软 这房子 家具 不要了 咱们一块赶奔马家老店 等将来 我们大破东海小鹏来 这地方不还是你的吗 你再搬回来 你也就是在外边 占地一时 我看只要这样 你一家人 才能平安无事 不然你们就在 湖嘴里待着 不定哪这儿 变成湖粪 老头还有点犹豫 他儿子闹海龙 瞄多一听 瓶瓶点头 对 方老爷说的对 我就发现 诸葛平 俩眼烂转 对咱们家 的确是怀疑上了 搜查那个认真劲 就甭提了 苗林玉一听 也是这么回事 爷爷 我爹说的有理 不如听方老爷的 咱们就挪个地方得了 老头真有点舍不他 虽然这么说 将来还有一天回来 万一回不来呢 在这儿住了大半 大半辈子了 可想着眼前的 城堡厉害 老头一想 这么做也是上策 不如躲到岛外 占壁一时 好吧 老头答应了 派人到外子 探评前山的情况 这人呢 不断把信给烧毁了 全山戒严了 连水面上都封锁了 还搜呢 老爷的心 一直是紧锁着 他一想 我这么大年纪呢 一旦出事 死了就死了 可我儿呢 也五十岁挂龄了 活了大半辈子 说句不幸的话 出点事 也不算可惜 哎呀 唯独我这俩孙儿 可怎么办 男孩子 志在四方都行 女孩子 没有想到 白春和房属安 两次都躲到 我孙女的房中 这玩意房属安 那么大岁数了 有情可原 这白春呢 年纪轻轻 跟淋浴 仿上仿下 这玩意要传出去 好说 不好听啊 老头心一动 把他儿子苗朵 叫到后屋去 说什么呢 打算 把孙女 许配给 孝天王 白春 跟开封府 这一接亲 这不就更近 这一场呢 苗朵也乐了 别 您说的 确实有理 我心里头 也有这种想法 不过人家 干不干 这玩意很难说呀 咱也没法张嘴 没关系 我看房属安 这人挺开朗 先跟他 大道招呼 透透气 行 就这么的 让白春 在前屋待着 把老方 请到后边 房属安那人 那多聪明 一看他们 鬼鬼祟祟神秘 这个样子 就猜到了八九 等老方进屋 坐下之后 苗震东就说 方爷 我有一事相求 求房老爷 上个方便 别说 别说呢 听我说几句行吗 哦 您说 方才你们爷儿俩 是不是商量好了 打算把那姑娘 东海芙蓉 苗玲玉 许配我这小兄弟 白春 是这意思吗 哎呀 方爷 真神人爷 我都成大罗金仙了 老爷子跟您这么说吧 像宝梅这种事 没有不找我的 也卖说 我这小兄弟 连我老叔都得找我呀 您是这意思吗 一片都不假 妥了 年为定 我这小兄弟 刚出事 根本还没有人 给保媒呢 只要我当哥哥的 要看中了 这个事就八九不离十 我在我老叔面前 在我干脑面前 都能说声话去 这姑娘我也看见了 文才武艺 样样都行 跟我兄弟 凑得一块 郎才女帽 左金铜 又玉女 天生一对 不然的话 我们怎么就 勿走翠竹林呢 为什么藏在你家呢 这就叫 这就叫有缘分 哎呀 方老友 多谢 多谢 您要能 遇成此事 我们是感恩 不尽 行了 行 我这人 向来 十恩 不忘报 你们二位 等等 我先跟我 小兄弟 打打招呼 方叔安到 前厅了 跟白春 一摇耳头 白春的脸 真红了 什么 不行 现在是什么时候 哪有心 谈论婚姻大事 再这一说 我们 偷着 跑到东海 小鹏来 回去怎么交差 现在还不一定呢 我都跑到外 他定亲 我爹 跟我老叔 能答应吗 非把我骂死 不可 那成什么了 不行不行 哎呀 小兄弟 你别假正经了 行也好 不行也好 你就先点点头 回去不还有老人呢 再请示老人 老人不同意 那时候 再跟苗老健 和一说 你看我乐意 老人不乐意 那怎么办呢 不也就推干净了吗 现在不答应 也得答应 只有这样 人家才真心的 帮咱的忙 现在你往外一推 当时就把人得罪了 对咱哥俩可没好处 哦 何着这是做买卖 那当然了 这也是买卖 兄弟 你谋讨论的很 你的经验事物太缺乏了 你就听哥哥的话 没错 白春说 好 你看着吧 不过乘于不成 我可不敢保 哎 那端了 保我身上 房轩到后 跟苗姐爷俩一说 爷俩乐坏 不过房轩也留了退身步了 我老爷子啊 咱把丑方说的头强 我们哥俩没说的 我那小兄弟乐的 俩手都拍不到一块了 他能不高兴吗 但是 都没有老人 那老人乐意不乐意 那他就不敢保了 万一这事不行了 你可别怪我们哥俩 当然当然 这个老朽明白 不过求方也要从中周旋 那当然了 我既然说了这话 这事我就要保到底 我老爷子 这事就定下了 咱们可是自己的亲戚了 你的白酒咱们祝贺祝贺 那是自然 保到我身上 在这个环境下 还苦中作乐呢 他们好吃好喝 一直迷了一天 可盼着 到了天黑 老建客苗震东 叫儿子闹海龙苗朵 出去准备 足能有一个时辰 苗朵回来了 别 都安排好了 嗯 方爷 我跟我儿是这么想的 这回咱走水路 从我翠竹林望后走 三里壁 叫小龙湾 那有咱们自己家的船 水手也是咱们家的人 我儿全安排好了 咱们分成三只小船 从后岛绕走老龙口 赶奔麻洁链 行啊 你老人家怎么安排 怎么试呗 苗震东点头 当天晚上 全家人集合呀 老少三辈 仆人仆妇 婆子 老妈 家奴 愿工 全算的一块是七十多人 这些人都不能留下 分成三只船 把家里边的金银细软 收拾的大包 小包 全都搬运到船上 然后老头一声令下 撤 把这宅院一扔 都上了船了 苗震东 离开翠竹林的时候 眼泪流下来 哎 心说 此一番离开 不知还能不能回来呀 房书安在旁边看得清楚 我老爷子 算了算 掉什么眼泪 大丈夫志在四方 回来也好 不回来也好 您还能吃亏吗 就不在这住着 将来我跟包乡家说一说 在东京 买所房子一住 比这也强 来呀 上船吧 说的是 就这样 大伙上了船了 船可没长灯 三只船 提毛撤跳 轻轻的 从这起身 往后倒转 今天晚上 满天的星斗 蒙蒙的月色 哎 正好是 陆林人 出没的好机会 房书安 白春 躲到舱里 老头就告诉 你们二位 千万别露面 遇上巡逻的也好 遇上放哨的也好 由我承担 再说一句 比如遇上麻烦了 甚至交了手了 骂起来 你们二位 也别出来 你们要不露面 我怎么的 也能拖过这一关 可你们一露面 这事就麻烦了 老爷子 您放心 您想叫我们露面 我们也不露面 我跟我兄弟 就在舱底下燃了 你看 里头给扑的 悬心腾腾 吃喝准备好了 这二位就在里头 瞇着 这船 继续往前走 转到东面 老头一算计 这里程 离马家老店 那个渡口 还能有十五里地 四更天左右 肯定能到 走出这么远来 还没事 他这心呢 就放下了 扳拉扳椅子 往船头上 一坐 儿子 按键 站在身旁 孙女 在另外一只船上 孙子 也在另外一只船上 可正走着走着 可了不得 就听水面 一棒 啰响 惊天动命 紧跟着出现 不少船只 一次拍开 把去路给拦住 苗震东的脑子 嗡了一声 坏了 走不了 他就预感到 情况不妙 就见对面船头上 掌起灯球火把 量子幽松 照如白照 把天都照红了 把水都照亮了 再看正中央 闪出一只 方头大船 船头上 放着一把椅子 上面坐的 非是旁人 正是金灯 剑客 夏髓梁 在左右 坐的都是他那帮 爪牙 有 沃佛 昆仑僧 九头 身雕 继承达 血手 飞连 江洪烈 五音 剑客 庄子琴 绝命 剑客 叶秋生 三教堂的大堂主 藩掌 镇 七天 方天化 二堂主 铁掌 皮雷子 沾风 沾鸣旗 还有那个 燕光 大法师 五岳和尚 愚者 都是金灯 剑客 夏岁良 那些好朋友 以及被约醒的英雄好汉 分乘 九支 大船 把去路给拦住 其中 三才道人 诸葛平 也在场 老剑客一看过不去了 怎么办 不傻 装傻 不愣 装愣 吩咐一声 停船 他这三支小船 也停住 苗震东 站起身来 冲对面 船上众人 一攻手 各位 大家辛苦了 这是从哪里来 要上哪去呀 没等金灯 剑客说话 诸葛廷说话 无量天尊 苗老剑客 我还正想问您呢 您不在翠珠林 演绎仙庄 坐着三支船 带着这么多人 您这是上哪去 苗震东 事先呢 编了一套狭话 就防备有这么一手 所以很从容地说 啊 道爷 因为最近岛子上不太平 我全家老少 人心慌慌 坐卧不安 就跟我商议这个事 怎么办呢 我们打算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战壁一时 等多长岛子上恢复了平静 我们再搬回来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苗老剑客 这可是您的不对 我跟昆仑僧 到您府上的时候 您怎么没这么听 一点搬家的迹象都没有 怎么突然之间 你想起来避难了 哎呀 此一时彼时啊 我知道各位也忙 仓促之间 我把这茬给忘了 哦 也有您这么一说 另外苗老剑客 我们不是挑明的礼呀 您这一搬家 再忙 您得到陛霞宫 见见武商人 老商人对您可不错呀 一向 拿您当贵宾看待 您走了也得打个招呼 就这么匆忙走了 倘若武商人怪罪下来 什么人承担得起呢 哎呀 请道爷 上福他老人家 我走得匆忙 为己告别 实在是不对 可是日后 这个情 我一定想法给补上 求道爷 千万原谅 没说的 没说的 苗老剑客 这三只船上 都拉的什么 都是金言细软 人呢 都是我一家老少 还有仆人等等 您一家人 当然没说的 有外人没有 苗震动一听来今儿了 只好把脸一沉 道爷 您这叫什么话 我的船上 怎么能有外人 您这指什么说的 苗老剑客 我说咱甭演戏了 行不行 打开天窗说亮的 咱们都是吃 露林这碗饭的 没傻子 我且问您 您这船舱里头 没藏着人吗 那个谢不大头鬼 房树安 白春 在你船上没有 您爱上哪去 上哪去 我们无权挽留 但是 你们想以此为借口 把房树安 白春给带走 连门都没有 苗老剑客一听 鼻子尖就见了汗了 幸亏离这远 对面看不见 心里纳门 莫非 我们露了什么 马脚了 不然 他说话 不能这么硬气 不能在这 拉架子 等着我们 哎呀 完了 房树安竟出 馊主意 我不如不搬家了 不搬 或许还能躲过 这一关系 这下露了馅儿了 但姜是老的辣 苗震东 那也是一代的剑客 酒精大敌呀 别看心怎么慌 表面上挺镇定 诸葛道爷 你什么时候 学会开玩笑了 这个笑话 我可受不了啊 我根本就不认识 谁是房树安 更不认识 什么白春白夏的 我怎么能带他们呢 道爷 看来你是对我怀疑了 这么办吧 咱不必斗口 不信 你过来搜查 你看有没有 是吗 老建哥允许我们搜查 当然 好嘞 你等等 三才道人诸葛廷一转身 来到金灯大剑 夏水梁进去 夏水梁就问 你们有把握 有 您别看 我们搜完了 走了 表面是走了 暗地之中 周围不知下人了 那个房树安和白春 进院之后就没出来 在家这老头 平白无故的一般家 肯定 这船上 有白春和房船 夏水梁点点头 既然你们有把握 来啊 给我搜船 好 快 快 快 感谢观看